澳大橋從中應聲折斷 驚悚瞬間定格放大看 右邊數來第六根鋼索先斷 讓人質疑是造成橋面附縱增加 導致V型塌陷的原因之一 那你的鋼箭呢 是不是如果沒有鏽石 它也不會造成這樣大的一個落橋的狀況 那是不是所謂的複合式的 因為橋墩的狀況跟鋼箭的部分呢 同時都有出的狀況呢 南方澳跨海大橋全長140公尺 寬15公尺 造價2億5000萬元 使用至今21年是亞洲第一座 雙叉式丹拱橋 圖目技師猜測可能是因為靠海 導致鋼索鏽石 加上橋墩受到海浪侵蝕 造成橋嚴重坍塌 105年也有狀況檢測 那個都有一個檢測證書 是 OK的 蘇澳港因素強調 今年有協同航港局到現場 以目視方式會看鋼索鏽石狀況 按照網曆跨海大橋 每四年定期檢修一次 2016年檢修後 預計2020年再檢修 卻提早發生崩塌以外 詢問專業圖目技師透露 一般建造橋墩多半會使用混凝土 若真是以大小石頭填入 恐怕會造成紙層力不足 但也曾傳出負責維修的顧問公司 多次向港務公司提出攬身嚴重秀石 以及車輛撞擊造成橋梁安全疑慮 父親節當天地震 宜蘭最大震度六級 10月1號的地震也測到四級 有沒有可能是因地震造成橋墩受損崩塌 只能帶相關單位釐清負起責任 三零熊王稱為觀眾一致一覽報道